其實在這個唱片圈呢 每個人就找到他的一個特色 對不對 龔王老師 你說像羅大佑的聲音好嗎 我覺得也OK的 他是有特色 特色 他當時那個鹿港小鎮的時候 就是一直在吼 他那時候在錄音間的時候 那個錄音室的老闆娘 以為錄音室有在吵架 你看他原來是羅大佑在錄音 怎麼說在吵架 因為他那個 吵架架架架 你用燈 為什麼要在吵架 不是我的家 不是 那你敢吵架 真的咧 你吵架就給你 像憤青 那個年代的憤青 你說像五百的聲音 也是很沙啞 他音樂就很有 辨識度高 很有穿透力 人生的歌聲永遠像在黃身 對不對 他是永遠像他 本來就在黃身 喝酒喝多了 喝酒喝多了 不是 他那個 幫我的悲傷 努力自己 你的美麗 讓你帶走 就是很好喝 陳森也是一絕 其實他也是在把人生當作在寫歌 他有一首歌叫風箏 他把男人比喻成風箏 怎麼唱 如果有一天 你退 男人像風箏啊 你不能抓著 他有一天 他自己會回來 我有一次喔 看到去現場聽陳森 那時候在 和平東路還有一個 叫做Lifa Go Go 對 他這邊辦一個那個 你知道 就邊唱就邊喝酒 真的有黃色 他連錄音都是這樣子 然後我跟你講 他已經轉身了 然後底下有那個歌名說 陳森我愛你 歌名都會這樣嘛 對不對 你知道這傢伙怎樣嗎 回頭 然後看著那個歌名 你懂什麼叫愛你 我聽你有必要那麼嚴肅嗎 然後他那個歌名 不知道怎麼辦 那個你愛什麼叫什麼 你懂什麼叫愛你 隨便說你愛我 然後 我就覺得我 他講念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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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不像陳森會做的事情 非常像 五八啦 高粱沒有五八啦 突然就問你說 你知道宇宙有沒有盡頭 我怎麼會知道有沒有盡頭 這種話題你就很難下去了 我最恨兩種 第一種就是有種族歧視的人 第二種 黑人 不知道全部是他在貓的時候 在黃色的時候 他有講過說 他對討厭兩種 一種人是以貌取人的人 然後第二種人就是白雲 哈哈哈哈哈哈 那不是一樣 你今天有說這個 沒什麼叫欸 他真的都這樣 我開始在公報私仇 還有一點 他是所有那個 綜藝界的那個主持人 他們公認最難訪問的 每個人錄影 只要有陳森要來 如臨大敵 沒辦法問 他說陳森大哥你最近在做什麼 我做什麼需要讓你知道嗎 哈哈哈哈 你怎麼問得下去 可是那是他的真 可是陳真真的寫非常多好聽的歌 洛西安娜 洛西安娜 還有最後的溫柔 最後一次溫柔 讓我再一次擁有你最後的溫柔 讓我再一次擁抱你 你怎麼唱起來完全都不像 難怪你會覺得劉子謙的聲音好聽 我覺得你的聲音跟劉子謙有拚耶 真的 還有他幫六月寫的那首歌啊 這叫六月啊 對對對 那也好聽 還有五百啦 五百也是創作型的歌曲 你說像陳明章 霍丹拉 而且你知道嗎 你剛才說歌要紅 真的有時候很奇怪 霍丹拉這首歌 就永遠被許常德拿來笑某唱片公司的老闆 因為當時這首歌是去某唱片公司 結果老闆說什麼歌啊 就不選 你知道嗎 不要 對啦 霍丹拉是流浪教打水 對 有緣 無緣 大家來作會 大家來困這回 謝謝 謝謝 霍丹拉 所以當時覺得這什麼歌啊 所以那人家唱片不發 後來這張就給了魔言 對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以前的唱片的模式都是帥哥美女 都是從偶像開始演進 所以你很難接受說一個視障或是一個這樣子的歌手可以出唱片 他沒有辦法想到這件事情 他們想到完全是那種就是要那種漂亮啊帥啊 這種生活化的東西以前是完全不接受的 金門王啊 金門王啊 還有一個現在就是蕭黃奇 蕭黃奇 蕭黃奇 聲音非常好 他唱那一塊兒阿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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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意這個全是發展 這首歌出來之後他決定離開台灣 移民淡水 他說我寫不出來 這是非常在地長出來的東西 對 這個是無法移植的 他說這歌太屌了 然後他就因為這首歌他離開台灣了 他覺得他在這邊沒有辦法超越 沒有辦法那個 難怪台灣人口不易承擇 接下來終局來去哈娃伊 另外一首歌就叫台灣人來搬去哈娃伊 而且被改編成很多 以前沒有副手版被改編成很多 彭甲甲也改編 很經典 有的沒有的 大家睡著好的 雞尖土人的 學生啦 學生啦也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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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啦也啦 學生啦也啦 太多了 你怎麼想得到說他可以把它 這麼生活化 明文化 對 怎麼可以叫什麼雞尖土人 雞尖土人 很多人都 大家也是都在改 那邊有一個男人 那邊找不到人跟哈娃伊打招 寶地你要這樣教他 對啊 我們可以看一下 我們可以看一下寶地的音樂 來看一下 哈哈 那邊有一個男人 會不會像 跟哈娃伊打招 那就是 你自己說的 我自己叫 Wahl 跟哈娃伊打招 我公共的賺平 有了 幾乎 我公共的賺盾 我覺得 可以我們有個 你渺點 你 會不會所謂 你渺點 公共的賺盾 你 我 他在坐著上,周杰仁幫他做的詞跟曲嗎? 周杰仁是寫曲,詞是蛋頭寫的詞 因為他裡面的詞,他有一點點大概帶到了 你亞洲舞王,你要先學會走路 然後有講林波維布,講到潘瑋波 他這裡面有一點隱喻,就提到了這些人的名字 所以他們的這些粉絲就有一個大反彈 就說你是什麼東西,可是事實上 有點教訓人家 他好像就很狂,這個詞是很狂 寫這個詞的時候,寶蒂拿到這個詞是不敢唱的 他看到不要,我會得罪羅志祥,我會得罪潘瑋波 因為他也很喜歡他們兩個,所以我就很無奈 我就說寫詞的也不是我寫的,是老師寫的詞 你的工作就是把歌唱好 事實上從某一個角度來講,我們演藝圈都知道 當一個詞提到了一個藝人的時候 基本上都是在歌頌藝人,不管你怎麼寫 好像台妹,我愛台妹,侯佩誠算什麼,林志玲什麼 他這個都是在幫他Promo,你懂不懂 你說他是惡意是沒有的,所以人家會提 就是代表寫詞的人也認同,他就很害怕 現在就是因為這一兩句詞,有人就是把他也是罵得很慘 後來我看他現在比較不太,他都不太敢看這些東西了 那有一天回來的時候報紙又寫我們的東西 我太太就叫我一定不要給他看 那我就想說我一定要給他看 可是當真正我要跟我兒子 他不看也有人會跟他講 這網路上也會有啊 沒有他自己會躲掉,結果問題是我真正飛機到的時候 我就跟我的助理講說今天這個報紙千萬不要給我兒子看 其實我本來是想給他看,讓他去面對 可是結果那個助理呢,就不知道怎麼下意識 一看我上車,欸來,這槓子一下 我就手一按就把它按下去了 然後我就若無其事,結果我那個兒子就 嗯什麼東西啊,就拿來就看 看完了以後我就一直在旁邊 過了一下我就看了,大概我沉默了一半時間 五分鐘,我就說欸那個隊,你明天的事情怎麼樣怎麼樣 他回答我了,我說明天你幾點鐘要去排練 然後九點,然後我說你怎麼接著他 你知道那一分鐘大概是我這三個月 我最快樂的時候,因為我覺得他已經可以承受 因為如果他以前看到這個的時候 你問他什麼話,他都已經像個呆若目擊 你懂不懂,就是說他已經被訓練到已經開始可以接受被別人的批評 可是總之我是覺得,他現在大概我沒有看到有些太慢馬的 就是很粗的字眼的時候,我們可能就盡量跳過 我要告一個,其實我還蠻贊成這種方式 就是說小孩子如果他想往哪個方向的興趣去學習 就何妨讓他嘗試看看 我覺得在整個過程裡面,我感受到一個爸爸對小孩子的愛 你不斷的在提醒他,不斷的在訓練他 不過老實說你對他有點寵 看他睡早了捨不得叫他 可是你那個,那真的是父母的為難耶 真的喔,來我們先休息一下 你很長他對不對,看他睡早了捨不得叫他 因為你叫不起來,叫他 因為叫不起來 你叫他不起來 你叫他不起來 你好 你好